《啤梨晚報》 逢星期一至五 六點至八點 主持啤梨林匡正 同你分析時事 狂追猛打 主持啤梨林匡善逸 好 回來 這些人未審先判 說香港服務業態度不好 說過餐廳 其實無頭無味很難知 似乎有一個外賣朋友 和一個在餐廳 準備食品的朋友在吵架 似乎因為吹單 應該是,吹丹引起,我覺得有人小句,你說車手是否一定適合,可能他真的吹丹,快點,也不奇怪,他趕著信,但也可能他那邊漏丹,也不奇怪, 說髒話,說髒話,我們沒有頭沒有尾,你吵一下,又沒有打,砍人又沒有,像山東還是哪裏,把柴刀來砍,頭也掉了,我說你厲害,香港暫時還沒有這些,香港通常都是互吵, 一人小句,這些一人小句,其實有時候都是對這件事有幫助,你不要說,你爭論都沒有,快點,拿翠,拿翠,搞定他就算了,但香港人都是火氣成的,你沒有辦法,你不認也好,這些事情,在繁榮盛世時,有沒有吵架,當然有,但少很多,真的會少很多,心情好,又不是有電話,但心情是一件很重要的事情, 沒有必要說,可以,可以,來緊,完成了,那就搞定了,他這間店都算好了,現在的飲食都未必那麼緊張,他還可以更緊張,禁個單,也算好, 是的,也是的,現在真的很嚴重,好,網友說,早幾年回大陸,認識一個二十多歲的女生,一輩子都沒有用洗衣機,用手洗,這個不奇怪,不奇怪,但是你會用木溫,你不要用洗衣板, 你用手洗,反而是不奇怪,李海生,這麼快離開,去年都不夠,退休都不夠一年,剛剛講完他的新聞,說他離巢,受去年十二月而已,我們有講過的,李海生是誰呢,播張相給大家看看, 今天是這個,傳來惡號,說他因為皮膚獨瘡,引致背脊,潰爛受細菌感染後,這樣走, 人要走,真的有千萬種方法,不過就叫做,去年年尾退休,不知道是否有這個病還是怎樣, 都沒有怎樣談過,還是整天我講過那件事,一退休就死,很多時候人都有這樣的情形,特別是男人, 你還有工作的時候,有了寄託,你生命力都大,都大很多,等於,我認識一個朋友,他被告知, 只剩下五個月,六個月的命,癌症,癌症,臨白癌,還是女人,不知道是否因為他有小孩呢, 現在講講講五、六年,又沒有好到,癌症,沒有說沒有了,但他又還在, 我真的不知道,我來解不會問,是否因為他有小孩呢, 說他一定要堅持,小孩才肯走呢,要煮飯給小孩吃呢,就是這樣, 八十三歲,都沒有特別的事要說,他原來近年,多數做政派角色,獲外回家, 之前我都講過,其實我跟他打過球,我年輕時,八幾年,我十幾歲, 在土國環保力桌球台見到,因為那時候他也有,當然那時候不知道叫李海生, 但一定認得他,是做明星的,大明星的事情, 喂,喂,不要說話,打一場球,還打球中,一元左右,我不記得了, 希望他一路好走,OK,好,回來,另外這件事,我不知道前因後果是非, 但我真的很狠黑我,我都講過我不再講他,如果我是張志恆,我一定離婚, 不用說話,三、四個,小孩做黑衣一回事,再問我跟我, 你說到你做媽媽那麼偉大,我賺錢回來,你抽, 你有沒有,如果不是你真是無狠,不過你那個狠長真是無狠, 你有沒有,是,這麼麻糞飯,這個文猛, 真是的,什麼人就聚了什麼人, 是,真是的,是吧,你張志恆當日, 你吃那麼多,現在就嘔嘔嘔了, 好了,張志恆做了一段時間,就得起心關在地盤上班, 現在還有沒有上班,不知道,OK, 可能他見到,咦,你說碟,沒有空, 反而換來很多大帽子, 天甲甚至乎有工作機會,去到海外演唱, 好嗎? 好了, 你不要管後來的事,就是各有前因, 你起碼做好自己的份,你真的去做事, 好嗎? 老實說, 你們這樣的環境, 以前的事不要說, 還要生四件, 根本都講不懂, 窮人不能生, 那你窮人,你可以想個百件, 但是你就不要求人, 嗯 好了, 再不是的, 你生一件兩件的, 我們會覺得合理一些, 因為你的環境原來一直都這麼差, 好了, 這樣都不要緊, 其實你跟我想, 計一條算,你計過的, 你老婆也計過的, 又說四個小孩, 洗費又租屋, 老實說, 如果我這樣計, 你怎麼省呢? 一個月, 四、五萬元就沒走, 沒得走雞, 好省, 嗯 再省一點的, 三四萬元, 再省一點的, 三萬元, 那你皮靚, 因為是村屋, 你四個人都要養狗, 這樣有東西, 有皮靚的東西, 那你去小孩買奶粉, 那些東西, 怎樣都要三萬多元, 最省到你, 那三萬多元, 如果要全職, 就是照顧小孩的, 因為你不照顧小孩, 找工人, 你也是要錢的, 那你一個張志恒, 找不找到呢? 說真的, 如果是生性的, 以小博有名氣, 沒理由找不到的, 好了, 我當, 那時候還未生性, 現在生性, 那, 你如果真是生性性, 去黑虎內勞去做, 最多做到死了, 就像大陸, 那條, 送外賣小子, 那樣, 送到死, 其實已經死了很多個了, 那你怎麼都, 有用時間換取的, 你找兩萬多元, 就能找到, 跟著爭那些, 你跟別人跑, 老實說, 看在你的小孩份上, 不要說網友, 親朋戚友, 一接濟一下你, 雖然說長貧頑固, 都未至於太難的, 因為你肯做, 但你不肯做, 就算你跑一千, 也不肯給你, 一百個都不給你, 你怎麼這麼多收, 他做甚麼, 更何況, 其實, 如果你說省, 三四萬元, 其實有工做到, 例如地盤, 找到, 有工做到, 再不是你去威威小吃, 張志恒, 不過, 威威也不會請你, 你找到的, 你找到的, 好了, 我現在是否得起心肝呢, 我不知道, 因為這一個文文寫的文章, 亦都是很令人招頭的, 你也不知道他想表達甚麼, 大概猜到, 文字能力甚差, 百字又多, 又不肯讀書的, 你這個啤梨, 成口粗糗, 人家的文字, 我的文字, 不要說好過很多人, 肯定比這兩個混蛋, 不肯定比這兩個混蛋, 喂, 嘯, 白字又多, 好了, 他寫甚麼呢, 凌晨, 用黑白, 黑底白字, 出限詞動態, 一出那句已經討厭了, 是啊, 我剩了那麼久, 又出來發癲了, 即是他知道, 有人說他發癲, 這個是悔究戲, 受爹了, 臭屁, 你生死個大人了嗎, 你, 我真的等你吃個兒子, 妻娘了, 還有個生親都是兒子, 你不吃生女的嗎, 你, 你老母, 好了, 我們是, 甚麼, 家裏存在病菌, 一個傳一個, 還要全部都未病好, 今天帶一個小朋友, 帶一個朋友小朋友, 吐了回來, 家裏洗澡, 對小朋友, 對小朋友負責任, 是不是不應該在這個時候去搏, 即是說, 張志恒, 帶一個朋友小朋友, 可能是偶元, 回家洗澡, 我知道這位朋友幫了我們很多, 我們沒有可能拒絕, 但那麼多小朋友, 我相信真心的朋友, 就會明白, 家裏存在病菌一个传一个, 为什麽呢? 它归咎于有个朋友的小孩, 可能吐完后, 将其他朋友的小孩洗个凉, 问心一句, 在这方面, 我不要说谁穿不穿, 男人是粗心的, 他自己说, 我明白这个朋友帮助我们很多, 我们是无可能拒绝的, 回来洗个凉呢? 那我都会的, 其实你问我, 如果我的朋友有个小孩, 如果在家附近我先去洗个凉, 刚刚吐完, 回来洗个凉呢? 我也会的, 但这样说, 女人在这方面是细心的, 我不是挂在这方面的, 好了, 接着他说, 今天朗朗还要呼吸到, 呼吸不到要去医院, 当时在外面招呼朋友, 还走进来大大声声骂我, 连朗朗辛苦到哭, 哭得这么厉害都望了我一眼, 叫了一声妈咪, 到了我妈咪打来, 听到我哭都安慰我, 叫我快点带朗朗去医院, 你不是和你妈妈, 那段时间又没有女儿关系吗? 真是不知, 好了, 你最记得你说, 他现在还有呼吸不可以, 就将矛头直指张志恒, 真的这么说吗? 吴奇, 因为我经历过, 譬如他朋友还在外面, 他说, 朗朗不停地努力, 呼吸不到, 他当然很紧张, 就说你还在外面招呼人家, 那你怎样呢? 老朋友, 走了你, 我儿子不舒服的, 有时候他还未懂得处理, 说我现在就可以了, 好了, 还有大声骂我, 那又怎样骂你呢? 我当是有的,有时候说, 行了行了, 不要吵了, 譬如说, 我儿子现在这样的, 好了, 其实这些是两夫妻的事情, 为什么我觉得很烦呢? 张志恒, 你如果有机会看到, 你真的要离婚, 这个是有妥虚无大怯的丑妻来的, 真的, 又是这样的丑妻了, 上网, 将你们两夫妻, 即是你没有错, 你一点也没有错, 这条丑妻真是很严重的, 于是陪他说, 是啊, 又是我出来发癲, 三省吾身, 当日由day one开始, 那些人说, 喂, 你怎么这样玩, 玩很难玩的, 你看着我, 又在那儿还, 现在你怎么这样走出来, 又这儿又老了, 又老了, 哇, 真是烦了我, 很丑妻的, 他们都很搭的, 哎呀, 真是混蛋了, 这些四个真是, 快要离婚, 再不是那四个, 给那些基养家庭领养, 那些老人过, 老爸又不会找人, 又不会找人, 这些小孩就是这样, 李国伦就不要说了, 那些网友说, 他拼命到在大陆, 介绍江西省宜春市的温汤镇, 还在镜头直接用温泉水, 为什么呢, 他说温汤镇有个很古老的传眼, 由宋朝保存到现在, 温泉水平均是68至72度, 亦都可以直接引用, 所以当地居民都要拿温泉水回家, 所以今次都自备木桶工具, OK, 之后他还直接引用, 大碳温泉水水质很甜, 那些网友就说, 他不容易赚, 他有没有这么辛苦, 我来牵牙父母心, 等等, 老实说, 其实我真想知道, 做这样是否找到呢, 李国伦, 如果找不到, 他不会持续这样做, 我估计也是, 有的, 又叫方向三, 又不可以, 喝一下温泉水, 那如果是, 你还有很多东西可以做, 你那时候, 吃糞了, 喝一点, 不需要吃糞的东西, 比如吃鱼生, 送鱼生, 那些东西, 那些东西, 你老实说, 问题他本来, 都是算是一个不错的演员, 碰到心水做戏就可以了, 嗯, 那就是, 不过他女儿, 他女儿几个正啊, 问心一句, 他女儿很像她的, 那就是正啊, 但又是正啊, 那是奇怪啊, 那是神奇啊, 你来报告一些照片, 属于是, above interval 以上很多是美女, 但是你看清楚就是, 像她的, 那么奇妙啊, 好,休息休息,